好了 我們這個超級世界溫馨的 對不對 我編論放到語音學習 這樣才溫馨 那你們要超頻激 那我們這個課本 我們當然有課本 我們會課本 課本在這邊 課本也是很重要 上個課本比較好重要 雖然我說問我們國際企業系 我們上次從1042國貿人員 可以看出來 他們每個對貿易助理 還有國際業務人員 其實 我們直接用到管理 我們直接用到管理學的機會不大 我們用到什麼東西機會最大 國貿食物 我們用到國貿食物的機會最大 那接著就是會計學 其他科目直接用到機會不是那麼大 但是你不能說其他科目很重要 因為這些東西 我前面講的 不論是我們的國貿食物 或是我們的會計學 這個技術面比較高 可以直接用 就跟英文一樣 但是我們這種管理學 我們探討是人的關係 我們探討人與人的關係 我們人一定要在組織裡面 等一下Rubia屏幕也是一樣 我們還有Rubia 我們要在組織裡面 組織是要幹嘛的 我們組織 我個人在學 組織 組織也是一樣 其實班級就是一個組織 系也是一個組織 對不對 班級就是一個組織 系也是一個組織 那去工作 跳 篡域 校歌 這不大有興趣 這不大有興趣 這價值觀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在有一個組織 組織一定有個個特性 組織有三個 組織的組成要素 就是不同的特性 形成不同的組織 班級就是一個組織 事業也是一個組織 你參加什麼宗教團體 那個也是一個組織 參加什麼學會 這個民間組織 參加什麼學會 協會 那都是組織 家庭也是組織 家庭也是一個組織 只有兩個人以上就是組織 知道嗎 兩個人以上就是一個社會 就是一個組織 組織一定有個特性 它還是有個目標的 所以一群人走在路上 那一群人不算組織 會不會有一個 走在路上 你走在路上 就經過了一個 我們沒有共同的目標 這個目標 應該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應該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一群人走在路上 比較組織 或是待會下課後 大家去食堂吃飯 那也比較組織 你知道嗎 那都比較組織 大家就認識 你也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這都不是組織 你要有特定目標 通常 通常對一個企業來說 你一定要有利潤 你一定要有利潤 利潤就是我們的目標 企業一定要賺錢 就算你暫時不賺錢 就算你暫時不賺錢 暫時 但是長期來說 你還是要賺錢 長期一定要賺錢 對不對 你短期可以不賺錢 你暫時可以虧 你暫時可以有所思 可是你長期的利潤 還是要大於你 要不然你幹嘛要開始共識 對企業來說 對企業 對一個營利組織來說 對企業就是一個營利組織 我們就是要利潤 我們就是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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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說組織的話 一定有個目標 我們這邊做一個結論 把它寫寫 組織一定要有個特定目標 這個目標一定是一個共同目標 第一個是一個共同目標 大家一定要努力大成 所有東西都要 所有的資源都聚焦在這個目標上 所有的資源都要聚焦在這個目標上 第二件事情的話 你除了有共同目標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組織的話 如果是一個企業的話 企業這個組織的話 你 短期 或許 可以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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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長期 啊 一定要玻璃 這關鍵很重要啦 我們有時候去 你要說投資 要評估一個公司的話 評估要投資一個公司 要有 夢 要有獲利的夢 這個夢有時候比什麼還重要 有時候要有獲利的夢 了解吧 一年沒獲利 兩年沒獲利 十年沒獲利 但是你只要有個夢想 你有個夢想 將來有一天可能會獲利 是不是 這都不可能 這個是這樣 待會我們可以來繼續討論 那接著 組織的結構是什麼 組織結構 它有部門 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 有成績部 子經過 成績就是什麼東西 老闆 老闆 或董事長 那下面呢 有總經理 可能總經理 一 那接下來有副總 副總一 副總可能多個 副總二 接下来有协理 协理一 协理二 这样子排下去 组织定乘几道有很多部门 有行销部门 生产部门 研发部门 有财务部门 都可以 当我录完 你可以从这边 做好了 接着组织成员 这个我们待会来讨论一下 这些每个都很复杂 组织成员你除了老板之外 Leader 或是班上有班代 或是一个Leader 系有系组论 是不是 我们班有班导师 这个Leader之外 你下面还有很多的成员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人 这个是组织 反正组织一定是有目标 你一定要有目标 你一定要有个层级 那你组织成员呢 组织成员的话就是包括什么 组织里面的人包括我们的这个领导者 组织的领导者 其他的有说是功能性功能性成员 现在企业越来越多是功能性的成员 老板一定会问你 或是应征的人资经理 一定会问你 你会什么东西吗 你会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功能 有没有货帮组织的需求 组织就这样 功能性 每个人一定要有个功能 是不是 这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 这个先讲到这边 大家抄一抄 我们大家进步来想一想 这样也挺温馨的 所以我们上课都一样要抄笔记 那我会录影 要帮到我的影音学习 我们每次 那我们大家会讨问 就这样 那我们有课本 当然买课本是最好的 可以看看书 大学有时候就是这样 练习看看书 总是要说毕业以后碰白天 刚看你们在买会计学的中古的书 但其实说句实在话 会计学将来也都会用很早 课本不要乱买 因为要不然你家里还要再去买鞋客 虽然网路发达 你可以下载很多资料 不是资本的东西很重要 这个自己读过的 但你没有读过拿去卖个帅 就是不新鲜的 如果你已经读了很多很多 有感情就要放着 就是在我老婆有一天 我问他信用状的时候 问他信用状的时候 他还把他那本正常的 好像价装一样 Incortent 500的信用状 因为他读国贸 你要搞懂最好把这本弄懂 我很想跟我老婆说 我像说Incortent 600 不是Incortent 不是Incortent 信用状 信用状 信用状统名万例 不是Incortent Incortent 2000 那个是国贸条规 我讲信用状 他就拿给我看 那是500 我都下课600 我看都快要变700 他还是拿给我看 所以那代表说 他们一直很重视这个东西 一种精神上的 读书就是整个生涯 都留下一个读书